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由8月2日起 所有進入香港的前越南居民 都會被扣押在禁閉營 如果你們不離開香港 就會被無限期扣押在裡面 不會獲准離開 也很難有機會移居外獲 但是現在 你們還可以自由離開香港 如果願意繼續行程的話 我們可以協助你們 你現在明白我們那張紙說什麼 你明白吧 對於以上的警告 可以說全部進入香港水域的越南難民 都無動於衷 他們抱著既來之責安之的心理 即使要扣押在禁閉營 都入了來香港才再算 夏天是逃亡季節 每年由5月開始 就陸續有越南難民 由水路來到香港 實施禁閉營政策 以後的10個月裡面 總共就來了4387個難民 經過水警截查 選擇流港的越南難民 就會送到西區檢疫站 如果他們的身份 合乎難民資格 他們在檢疫站停留24小時 接著就會由水警送到芝麻灣禁閉營 外國接收難民的限額 自從80年升到最高點以後 一直大幅下跌 而難民抵抗數字 就一直持續 他們逃亡的原因 要逐漸由政治迫害 變為經濟因素 所以港府希望藉著禁閉營 這種較合乎人道的方法 去阻嚇越南難民 繼續湧入本港 根據估計 越南難民海路逃亡 只有五成的生還機會 慶幸生還之餘 他們又怎麼想到 投奔自由來到香港 竟然又會被扣押在禁閉營 開始另一種 失去自由的生活嗎 新到的難民 首先要入住檢疫艙 隔離五日 同時接受審教處人員搜查 包括守行李和守身 目的是防止他們攜帶武器 或者違禁品入營 至於難民的財物 就會由懲教處代為保管 直到難民移居外國為止 事實上 由入住禁閉營那日起 這些越南難民 就在懲教處人員的監管下生活 曾經有人批評芝麻灣禁閉式難民營 類似戰犯監獄 究竟是不是呢 我們的採訪隊伍 由懲教處公關人員陪同 特準進入禁閉營裏面拍攝 或者由這些難民在營裏面一日的生活 我們多少能夠了解到部分的實況 芝麻灣禁閉營分上下營 下營住了二千多個難民 總共有十間升鐵搭乘的單層營房 每營放了四十四張三格的樓架床 以家庭做單位 安排二百五十個難民入住 平均每兩個難民用一個床位 營外國人注意 現在起床時間 營外國人立即起床梳洗 每朝六點半 一經程教處人員叫麥 難民就要起床 摺皮、洗臉 然後回倉集合 等候點人數 前教處人員也在這個時候緩更 一間最少有四十五至五十個人當席 而夜間就有十二人左右 前教處發言人一再強調 除了小部分高級督導員 是前教處受過正規訓練的政府僱員 全部負責看管難民的督導員 都是特別為打理這班難民而聘請的 他們只是懲教處的合約僱員 在難民營受訓兩個星期就加入工作 從未學過怎樣監管監犯 所以並不會用處理監犯的方法去對待難民 早上七點正 懲教處人員就入倉點人數 目前志文灣禁閉營 上下營總共住了大約三千個難民 十四歲至三十歲的難民 大約佔了一半 六十歲以上的只有二十人左右 他們需要五個五個坐在床邊 方便點數 很多時只要其中一個難民蒙頭大碎 懲教處職員就要花不少時間點圓又點 直至合數為止 負責廚房工作的難民每朝四點半就要起床煮早飯 營內的膳食由越南難民自己出任廚師 負責廚房工作車 郭正圓轉議員在派販時間 今天派販秩序是大街工作隊 一艙六艙三艙二艙 英五街工作隊是七艙八艙九艙十艙 今晚家庭飯堂看電視的艙數是七艙 早飯是上午七點半 而限四點就是晚飯時候 難民依照懲教署的分配排隊輪候 今天住在一倉的難民輪先 明天就排最後 如此類推 所以難民都叫排隊拿飯做輪倉 他們以飯票為憑 吃一頓飯就打一個洞做記號 根據一個駐營的社工說 難民不習慣守秩序 即使在懲教署人員監管之下 亦都不時有人打簽 甚至改飯票 同時難民之間 南北也分派諸多誤會 有些難民還說 負責派飯的人 分飯分送的時候 特別照顧自己人 但是懲教署人員表示 這個可能性不大 而且我們拍攝當日 亦都沒有以上的事情發生 可能是有懲教署的人陪同有關 兩餐飯 一餐粥 平均費用是每個人每日六個六銀錢 住在金碧營的難民 每人每日的生活費 包括三餐的膳食費在內 是二十六元 這個數額還未計使用土地 以及興建營房的費用 總之 自從金碧營開辦以來 港府用了接近六千二百五十萬 在這批難民身上 其中包括為三千幾個難民 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 由兩個醫生輪流住院 另外又有四個護士協助 同時也有住院的設備 早飯之後八點鐘開始 是自由活動的時間 有其數的難民 要到球場集合 等候分派工作 所謂其數 難民是只可以換取工資的工作 呈教署為了減輕人力負擔 又為了等難民消耗精力 營裡面一些清潔和簡單的維修工作 都拼請難民出入 不過難民不可以領取現金 只能夠將工資換取所需的物品 難民參加工作 純粹屬於自願性質 呈教署沒有權強迫他們 目前 營內大部分息連勞動的難民 都沒有任何工作 難民雖然說 扣押在禁閉營 但是在營裡面 他們是可以自由行動的 就算有難民喜歡 在樹下坐足一日 也不會有人干涉 為了幫助難民打發時間 金碧營裡面設有各種語文班 例如英語班和廣東話班 由呈教署負責統籌 至於七歲以下的教育 就由自願全體負責了 至於七歲以下的教育 就由自願全體負責了 至於八歲以下 愛人負責 金碧營與外勢隔絕 不工作 不上課的難民 日子實在不容易打發 唯一可以點綴下 他們平淡苦悶的生活的 就是訪客的光臨 在芝麻灣大約每隔兩三天 就有一次訪客 大部分難民都很清楚 在有訪客參觀的時候應遲的態度 他們寄望 令到外國訪客樓下好印象 是會提高移民的機會 不過 平時即使是沒有訪客 大多數難民都習慣向 呈教署的職員行禮 有人會將這種行為分析做 對權勢的屈服 其實 在一定程度上 呈教署的職員 在難民心目中 是代表權力和法紀的 如果難民企圖 逃出禁閉營 呈教署職員 可以用武力制止 如果難民打架 生事 違反盈規 呈教署職員 有權懲罰他們 最高的懲罰 是運在隔離單位28日 以及取消福利三個月 在三千個難民當中 男的有1784人 女的有1234人 半數以上的平均年齡是25歲 他們一齊扣押在禁閉營裡面 而且大部分時間無所事事 呈教署了於男女難民的身心發展 以及社交生活 都目前為止 並沒有特別照顧 駐營的社工說 禁閉營內 男女關係隨便 在所難免 自由何家 靠壞得禁閉營的難民和外界溝通 只能夠透過書信的來往 寄去越南的信件 是不限次數的 而寄去其他國家的 就限一個星期一次 難民講 同時經駐營的社工證實 難民寄出的信件 必須開口 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的法律顧問 也承認有這件事 不過依照首席助理保安司的解釋 難民寄出的信件 必須開口 只是為了方便懲教署 將有關禁閉營的傳單附記 讓難民在越南的親友 知道香港對待難民的新政策 以受阻嚇作用 對待難民寄出的信件 是否像戰犯監獄呢 相信這件是見仁見智的事 無可否認 禁閉營政策 是阻嚇越南難民 繼續湧入的一種 比較合乎人道的方法 運在裡面的難民 也都對記者表示 香港政府已經好人道了 這裏夠食夠治 好過越南好多 現在這麼閉營 沒錯 沒自由 沒人權 精神受到壓制 不過 我想暫時成的 我們知道在逃亡的時候 可能會是在這個海面死了 或者是被人抓到 抓去坐牢 只是因為這樣 所以來到這裏 我們就覺得沒甚麼後悔 是 就不是很喜歡沒有自由 但是這件事 慢慢可以習慣的 如果外國不收我們 就留在營裏面 這裏雖然被人困住 不過 怎樣自由過在越南 不用做就已經有得吃了 夜目低垂 一浮一日 每晚十點 又是難民入衝 睡覺的時間 十一點關燈以後 十一點關燈以後 除了間中傳來 懲教署人員秦耕的腳步聲 難民營內一片死跡 是一個不設防的監獄 是一個不設防的監獄 在沉默的孤島上面 除了困住戒毒犯 和青少年罪犯之外 還扣押了三百八十幾個越南難民 難民和囚犯之間 並沒有鐵網分隔 扣押在喜寧州的難民 全部是十五歲以上的單身男性 大多數是年輕力壯的年輕人 有些還有凡事紀錄 他們隻身逃亡來到香港 因為沒有親戚在外國 又缺乏謀生的技能 移民外國的機會相當微 又因為很多移民去外國的行為不檢 以致更加減低西方國家收容他們的機會 在喜寧州 負責管理這些單身越南難民的工作人員 目前仍然由懲教署 受部管理監犯訓練的職員衝任 三十幾個懲教署職員 對三百八十幾個難民 他們會小心留意難民的一舉一動 提防他們集結 或者因為磨擦而引起情緒激動 目前這批難民入住的刑房 是曾經用來扣押監犯的 窗門裝有鐵枝 倉門加上大鐵閘 晚上八點難民就要入倉 大閘立即鎖上 起床 先生數人 起床 欠負之嫁 箱坊 深白驁 真じゃ 早上七點難民出倉之後 大閘都會立即鎖上 難民不可以隨意進入倉內 根據懲教署的另一 subt 日間鎖集是防偷竊的事情發生 一直以來 在利益州的難民都沒有任何工作 他們大部分的體力都會消耗在籃球場上 為了幫助他們打發時間 懲教署最近才為他們安排工作 但是做不做工作呢 就完全視乎難民自己 照實地觀察 願意參加工作的難民佔好少數 皇后要懲教署職員再三督促才肯動手 工作態度散漫又不聽教 將單身男性難民集中扣押在一個地方 無疑是方便管理 不過似乎就忽略了 這一批年輕人身心的發展和需要 另一方面很多人都會擔心 將難民扣押會造成不安情緒 容易爆發暴亂 對於喜寧州困住的三百多個單身男性難民 甚至有人形容為計時炸彈 這些難民和其他囚犯一樣運在島上 自由度有限 很容易將自己認同囚犯 而且營裏面的生活 無聊苦悶 缺乏家庭方面也得不到適當的發洩 再加上移民 無望 前路茫茫 這些難民精神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困擾 是無可置疑的 天氣滿熱 情況可能更加壞 好悶 真是好悶 情緒好不穩定 天天不停坐在這裏 如果永遠要我混在這個營裏面 我真是瘋都有份啊 我們完全無罪的 走出來尋求自由而已 這樣困住我們 實在很難抵的 無辦法安排時間 甚麼都要得到職員指示 又要過獨生生活 困在這裏 一年幾個月就可以 長期就不行了 怎麼忍啊 他們是難民 就是一個名稱 但是他是人 好像我們一樣都是人來的 那譬如我們沒有自由的 經常坐樹 亦都不知道我們的前途是怎樣的 那你猜我們會不會 有時好像很煩那樣呢 有一點點那麼多東西 我們就會爆出來呢 這班人在裏面就又搞事了 你現在他有幾千人 你無言你裏面那些工友 有幾百個而已 那些人狂起來 你怎樣教他們鬥呢 那些人是否有藥或沒有藥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狀態的發展 在任何人的發展 這是一個狀態 當這些年輕人 找出名字 and trying to make a go of life for themselves and inhaling chow where their movements are limited their prospects for resettlement are almost nil because this is a group that is very difficult to resettle for reasons that I'm sure you would understand it is really highly possible that if it has not come a deep level of frustration will come upon this group of people inhaling chow we are aware that putting a large number of single men together is a potential danger anyone who obviously setting out to cause trouble will be transferred to another closed centre where we'll be able to cause less trouble the main precaution obviously is to monitor as carefully as you can the general atmosphere in the camp also to keep people as busy as you can to make sure that grievances don't ever become flashpoint 金碑營政策實施了已經有十個月了 對於金碑營裏面可以預見的各種問題 我們希望正如保安科的發言人所說能夠防範於未然 但是實行這個政策之後 在阻嚇越南難民繼續湧入本港方面 起不起到任何作用呢 there are some signs that it is deterring some certainly we are determined to maintain this deterrent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because we feel that to do otherwise would certainly have a disastrous effect in terms of more coming than are now doing so 如果營裏面的生活太過苛刻 相信一定遭受外界非議 如果推行得太溫和 又會不會和定定這個政策的目標背道而馳呢 I am conscious that we are stumbling on the side of too much humanity but I don't think we could have it any other way I think we are an essentially humane society and I don't think we would wish to have it any other way and the treatment of refugees who come here we are doing our best to deter while remaining humane and it's not easy 港府有没有考慮過將金后途亡來香港的越南難民 遣返越南呢 shall we say from a certain date to be announced closing the door as we had to for Chinese illegal immigrants seeking to reach base and so on closing the door and explaining that after that date in the main Vietnamese what we would describe as economic migrants seeking to come here would be repatriated as speedily as possible and only those who could establish that they were genuinely fleeing persecution would be permitted to remain but let me stress that this is simply one of a number of options voluntary repatriation is the only type of repatriation that is sanctioned and suppor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UNHCR this is the type of repatriation where we are sure that the refugees are not subject to further difficulties or endangering their lives upon the return to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对付继续逃亡来香港的越南难民 目前港府有什么新对策呢 we shall go on maintaining our closed camp policy and doing our best to evaluate obviously how far we are able to deter refugees from coming here while again doing our best to walk the tightrope as I say of being essentially humane in our treatment of those who despite our best warnings do insist on coming here 喜宁州另一座接近落城的禁闭營 会在今年下旬头有服务 另外港府又计划在屯門府地中村的远东军营 设立第三个禁闭式难民营 由此可见 港府会继续维持禁闭营政策 在更多难民涌入本港以前 微雨绸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